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擴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医事人員禁止出國命令 医事人員禁止前往第三級旅遊警示區 除非暴准否則不得出國 引起外界議論 26日指揮中心再度表示 正對受到禁出國令而產生的損失 會給予權的補助 限制的對象已在醫院服務的医事人員 不論部門不論指別都適用 那麼當然在診所任職的不在此縣 因為配合本項規定所產生的損失 那麼我們都按照這個特別條例 跟相關的規定給予 那麼全額的補助或者是補償 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定調實施到6月30日 會是疫情情況調整 三系補助內容會再公布 另外指揮中心也宣布超前部署措施 為了防控院內感染 即日起所有訪客進出醫院時 需採登記制 所有的這個訪客 那麼必須按照醫院規範的時段 進行訪客 也就是不同於以往隨時可以進出醫院 那麼醫院必須訂出訪客的時段 那麼在這個時段 那麼才開放允許探病 那麼訪客的限制 每一個住院病人原則限制兩名 除了管控訪客以外 病人不論急診住院門診都需分流動線 從不同出入口進出 而外包人員則是需遵守醫療機構內所有感染管制程序 包括體溫監測及追蹤 工作時必須佩戴口罩等 新唐人臺電視陳輝莫 葉雲主台灣特別報導